明明是活躍見費 最後卻是死能見失 活躍沸沸變成命喪槍下 立委秋顯治開砲 槍口對準了行政機關 通通失靈 秋顯治痛批 動物園法一直石沉大海 造成臺灣的動物園 公公婆婆很多 包括教育部 因為屬於社會教育機構 還有觀光局管轄的觀光遊樂業 另外農委會和地方農業局處 掌管動物專業 以及動保機關 管理動物展演和寵物等等 每個單位都該管 卻是通通都不管嗎 六湖村的動物園的主管機關 是休閒娛樂業 主管機關是在新竹縣政府 這個部分基本上由新竹縣政府 他們來了解事情之後 依相關的規定來做處理 確實這次我們處理的經驗上是比較舒服一點 那我們也深深做一個檢討 觀光局表示 動物園屬於地方農業局處管 他們管不著 那是誰沒管好獵人開槍呢 獵人第一時間咬定 是新竹縣農業處要求 我們新竹縣無權也無能來指派這個獵人前往桃園市的轄區裡面來圍捕這個廢廢 誠實是上策 農業局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圍捕 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遺憾 更是懊惱 到底是誰聘他的 為什麼會跑到桃園市境內來 我們的農業局跟我呢 都會一起承擔這個過失號 現在有待警方查出真相 沸沸前些天還能活跳跳過馬路 為何最後混沌不歸路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